它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一件人面文方鼎 它是中国青铜器中独一无二的国宝 它是商代人面方鼎 又叫大和方鼎 1959年 一个湖南农民上山开荒 一出下去 刨出了这件惊天国宝 为了携带方便 这位农民用锄头把他砸成十几块后 卖给了废品收购站 湖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得知后 赶往堆积如山的废铁堆中 一块一块将其巡回 当初这些碎片以同废品一起打包 如果去吃一步 它就被当作废铜头鹿熔炉 一件三千多年前的世界级重宝 就将因此而与世永别 后经过修复 人面顶碎片变成了博宝 再现了昔日的辉煌 人面方顶 细高三十八点五厘米 口长二十九点八厘米 宽二十三点七厘米 身体为矩形 利耳身负四足为柱状直足 颜色轻绿 晶莹如玉 方顶的四面各幅雕了一个大而醒目的人脸 脸宽而方 双耳肥大 颧骨突起 双唇紧闭突出 表情严肃 与中国人的脸相似 内壁有名文大和二字 和字是骨字成熟时骨碎沉甸甸下垂的形象 故此顶可能是为庆祝丰年或者祈求丰年而铸造的礼器 也可能是铸造者的名字 现存的商周青铜顶 有四面鹿头纹的 有四面兽纹的 就是没有四面人脸纹的 不仅未见到果实物 就是历代的古籍中也未见记载 它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一件人面文方顶 中国青铜器中独一无二的国宝